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 各位好 这里是方圆巨镇 我是主持人图画 今天我们来看一个新的故事 我们的主人公是一位命运多传的母亲 她叫杨梅湘 七年前在杨梅湘十分落魄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好心人叫刘大伟 刘大伟对他是百般照顾 给他找工作 给他找地方去住 并且给他很多的帮忙 让杨梅湘十分的感动 可是为了大伟的爱意的时候 杨梅湘还是选择了拒绝 所以这样 杨梅湘带着儿子王虎 在这个村里生活了七年时光 而这一天呢 梅湘意外地救了一个人 在曾经的好朋友赵柳儿 也是因为这次相救的行动 让杨梅湘的神秘面纱 慢慢地被揭开了 我们好奇 到底七年前 杨梅湘为什么要舍命逃到这个地方呢 他的背后有哪些隐情和故事 今天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这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 小川 大伟回来喽 喝水 来 这个是我在城里给了我带的玩具 帽子 这个是给你带的护手霜 我没那么讲究 我看你每天工作呀 手都泡在水里 城里的都是这样的 这个擦在手上 对皮肤好 也不知道够不够 干嘛呀 送的 不要钱 拿回去吧 刘大哥 你已经帮了我很多了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 是啊 你说这时间过得真快 一晃啊 都七年了 是啊 当年你带我到了厂里 在厂长那帮我说了很多好话 还替我担保 我才可以留下来 我觉得当时 这大伙都问我 你是我什么人哪 我觉得我运气真好 你看 带回来一个这么漂亮 刘大哥 行行行 不说了不说了 我可是给大伙做了件好事啊 你看 你做饭的手也这么好 你来的之后啊 大伙都有口福了 刘大白 你出来一下 我找你有点急事 我们出去 你现在手头宽裕 借我两万块钱 拿两万块钱干什么呀 我买了个媳妇 我现在就缺这两万块钱 你帮我想想办法 你帮了个媳妇 我只能办法你操操吧 那我可止你了 你再帮我想办法 我先回去了 从今天开始 我也是有媳妇的人了 只要你乖乖听话 再给我生个大胖儿子 我肯定把你当个宝一样 供起来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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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费力气了 这地方又远又偏 不会有人来的 乖乖等着明天和我入洞房吧 好 你帮我回来 好 我今天啊 这边有重要的事 对了 这一万块钱怎么样了 你得帮我想想办法 我等着 等着着急用它 就一万块钱 我等着急用它 你想想 你帮我想想办法 我 为什么要拦着我 蛰子要看上连海里的事情 我们说的话 你都听见了 蛰子在常理什么关系 你难道不知道吗 老板的侄子就可以买买父女了 刘大哥 你平时心眼最好了 你怎么能见死不救呢 我担心的是你 你要再这么缠下去啊 你自己的事里都说不清楚 我一直都没问 你说 你到底从哪儿来 为什么这么多年 你一直都愿意待在这个地方 你要是再管这事 他们会翻过来查你的 这样 你让我 再先有办法 来 先干 来 来 没了 文后自己来 文哥 嗯 不是找我借两万块钱吗 我 东脾西凑的 就只有一万了 你先拿着吧 还是你对我最好啊 这一万块钱解决大问题了 来来来来 那你得多喝点 那肯定 来来快 你已经喝点了 就是 陪冰哥 喝两杯 好 来 一起 你放心 我会尽快还给你 啊 吃菜 这这 都归你了 要不我还真不知道去哪儿呢 下车 冰哥 来 来 来 走 走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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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我能让你找我 你怎么能弄来 我现在现在 我都知道 说你 就病了 说你 这件事 毕竟 这件事 我怕 说 我不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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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我是来救你的 爸 爸 我只要你 我就要你放我 小心点 我是来救你的 好 谢谢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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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香姐 来 走 走 走了 雷香姐 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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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照着我啊 雷香姐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也是被拐卖过来的吗 你认错人了 我怎么会认错呢 雷香姐 咱俩小时候经常一起玩呢 雷香姐 赶紧跟我走 走 走 川儿 你竟想干吗 看坏我的好事 活够了吧 走 你干吗 你赶紧吧 把刀放下 我们两位了 原来你啊 是一伙的 我以为我平时对你那么好 刘大卫 我吃里破坏的东西 看关我的现实 看我今天我们闹死你 走 愣着干什么呀 赶紧走啊 走啊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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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这儿往下走 会看到一条河 顺着河走就搭公路了 你不跟我一起走啊 你不怕待会儿那瘸子 想着找你麻烦 不行 你跟我一起走 我不走 你也别告诉任何人 见过我 为啥呀 你到底怎么了 你知不知道 就因为你这些年 一直待在这儿 村里面的人传你闲话 都传遍了 说你跟别人私奔了 私奔 就在你失踪那天 那个城里面来的李国良 太不见了 后面我们才知道 他是回城里面去了 姓李他没死 你说啥呢 没死人 你再说一遍 他没死 他没死 他活得好好的 他未经许还是不住 他没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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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儿 谢谢你 你快走吧 我也去带儿子回家 儿子 我和王贵的儿子 你都把我弄糊涂了 姐 谢谢你 姐可以回家了 你快走吧 好 我走了 来 妈妈 我们去哪儿 回家 找爸爸 妈妈 你不是说我没有爸爸吗 以后你可以告诉任何人 你有爸爸 你爸爸叫王贵 爸 胖子 妈妈 啊 你怎么进来的 小月 我喜欢 别 小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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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我喝大了 我控制不了我自己 我 对不起 您能 别告我 我 我可以补偿你的 我给你钱 行吗 你要多少我可以给你 林湘 我走 我现在就走 就好了 不可以 我给你 głos 爸爸 男爹放ela 爸爸 爸爸 男爹放ela 小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都会想到 tiempo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想保护什么 actions 您身边忘带定栏目 我想保护大家再见了 散步大家再见了 你问边陆吧 肯定不 ker Gaming 赢 比担大 我们 flatten 终点站到了啊 下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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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刘大哥 我走了 我知道你一直都有很多疑惑 其实小春不是我的真名 我叫杨梅香 老家是凤凰沟的 七年前 我以为我杀了人 不敢回家 这些年我也不敢 对任何人讲实话 直到刚才 我才知道 当年那个人他没有死 我根本就不用逃了 刘大哥 我带着老虎回家了 刘大伟 给我滚出来 刘大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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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媳妇呢 啊 说 人呢 你怎么说 刘大伟 哎 刘大伟 刘大伟 慢点 没想 哎 还真是没想哎 哎 没想 你怎么这会回来了呀 你怎么还带个孩子呀 哎 哎 别别 是没想吗 是啊 没想回来了 哎 这谁的孩子呀 哎 哎 没想 这么多年没回来 回来还带个孩子 就是呀 人家带个孩子回来 是不是他家人 这下热闹了啊 哎 刘大伟 我在网上给你看了件衣服 特别漂亮 看什么看 直接给我买啊 挣钱了就给你买啊 还得等你挣钱 我等红年满月去啊 你不瞎扯淡了 没钱 那不是废话吗 叔啊 我知道你喜欢吃这个菜 给你挪劲点 行了 只有吃饭的时候 我才看见了这个人影 哎呀 叔 您这说了什么话呀 最近啊 我跟王贵可忙了 我们在村里考察 那挣钱的项目呢 是啊爸 项目 你帮着做点家务事 那就不错了 走 走 爸 您贴手了 吃点白骨 微笑 妈 妈 爸 王贵 微笑 你这些年都到哪儿去了啊 我和你爸倒着找你 妈 我回来了 微笑 妈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说失踪了吗 怎么还回来了 老虎 快 叫奶奶 爷爷 爸爸 爸 别别别别别别别 怎么救爸爸了 还没整明白的 跟瞎叫什么呀 你失踪那么多年 蹦一小孩出来 谁知道这小孩是你跟谁生的 这小车两起行不行 就是啊 就是啊 这小孩算不太好呢 不是说私奔了吗 怎么还有脸回来呀 可不是嘛 应该是传言吧 谁知道真的假的 这俩人失踪的前一天晚上 那李国良 犯了王贵家的怨气啊 是吧 真的 谁知道啊 散了散了散了 看什么卡赶紧散了 这就是人家王贵屋里的事 你就是一个外人 就是 外人 会不会说人话啊你 什么叫外人 我是王贵媳妇 我马上就过门了 知不知道啊你 你没乡本带孩子回来了吗 你也马上过门 怎么过门啊 不是还没过门吧 老虎 你到外面自己先忙吧 就在院子里别走远了啊 没想 坐下吧 走 假事忙完了是吧 赶紧回家忙去 闲事了我蛋糙心 这什么人呢这是 是什么人呢这是 跑出去以后 我找不到网罐 手机也丢了 后来稀里糊涂被招到了一酒厂打工 那你现在怎么又赶回来了 我在酒厂救了一个人 他告诉我说 当年那个人根本就没有死 爸 妈 我说的都是真的 我没有私奔 我是以为自己杀了人 我害怕 村里面这么多女人 为什么就把你一个人 你胡说什么呢 你让人家把话说完呢 就在我觉得自己快 熬不下去的时候 我知道自己有了孩子 这是我全部的希望 我想着为了孩子 我也一定不能有事 我得把孩子好好带到 再带他回来认情 美香 你受苦了 都那个时候了 你还想着为我们老王家留后 那个畜生 你绝不能放过他 老头子 这事儿 咱们是不是该把我派出所呀 妈 还想不够救人哪 都已经那样了 我 我喊你会怎么样 那现在没香都回来了 那个陈丽 这 那陈丽 不是没有正式过门吗 叔 婶儿 几个意思啊这是 别忘了我跟王贵那定了亲的 他 再说了 这女人她跟我们家王贵 已经没有半毛钱关起来了 自个儿心里都不知道 什么意思 什么意思 问他们起什么意思 没香 没香 你走了这些年 我们都以为你不回来了 那王贵 谈了对象以后 就向法院起诉和你离婚了 那民政局也给办了 你们现在没有夫妻关系了 这个 这是我们老王家对不起你 我们也不知道 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你看啊 这法律上呢 也已经认定你们俩离婚了 你说你 你还在这儿赖着干什么呀 是不是 咱要点脸不成吗 扫的慌慌啊 这扫的慌慌啊 就里话多 王贵 王贵 这都向着她呢 向着你老婆呢 我呸 你前妻 这丑你那眼能呢吧你 欺负谁呢这是 都说你跟别人跑吧 都说你跟别人跑吧 我还能够怎么样呢 王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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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嘉 你受委屈了 这黄瓜现在没有思想准备 这事咱明天再说啊 来 大晚上的天凉了 来 你怎么喝上酒了 别管我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那孩子是咱们老王家的 那还不是听她一个人说的 那梅香的性格我知道 她肯定不会乱说的 我想起来了 她失踪前 我看见过好几次 她都在那放个恶心 那时候就应该有了 好几次 那个 我要去沈丽家 善良迎新的事 你也想想你该怎么办 爸 说完了就走呗 好 妈妈 妈妈刚才我叫爸爸了 可爸爸好像不喜欢我 爸爸没听到 下次声音再大点 这一个回来了 一个又不愿意走 难不成 一直让人家说闲话呀 用我看了去 实在不行 就实话实说呗 那不成 人家没像一个女人家 这娘家又没人 要是被人家知道以前被遭见过 她还能抬得起头吗 可也是 老婆你去哪儿啊 别跟着我 别走啊 别生气好不好 别碰我 心里都不高兴 烦呢 我比你还烦呢 合着你爸妈的意思 就是打算让她留下 不让我过门的是吧 王贵 你跟我好的时候 可是跟我保证过的 不管那女人是死是活 你都要跟我过 怎么着 出来发耳是吧 我又没说什么 我不高兴的 就是你什么都不说 我不走了我还 我能守着你爸妈 舍得那女人 给我玩什么苦肉计 啊 傻这样子干嘛走啊 等我啊 夏老虎 你平时是怎么玩的啊 跟奶奶说说啊 这孩子 早不爱说话了 我看这身子骨啊 也没有王贵小时候结实 那孩子啊 你养不良 生起来跟他妈一样命苦 爸 妈 喝水 梅香姐 怎么又来了 梅香姐 我得给你赔个不是认个错 这王贵把我好一顿说 你看 你吃了那么多苦 还给我们老王家生一儿子 我得替我们家王贵 谢谢你才是 你什么呀 既然这小老虎 是我们家王贵亲儿子 那从今以后啊 也就是我儿子了 明儿啊 小妈带你去一玩去 咱们去城里玩 咱们去游乐场玩好不好 不麻烦你了 不麻烦不麻烦姐 真的 我陈丽啊也是个懂事的人 你看咱这都一家人了 我也不能让我们家王贵 再生下难处啊 是不是啊 当年我跑出去 怎么在工地都找不到你 你的电话号码也打不通 那个时候 我应该是刚刚和包工头打了架 人家说要弄死我 我就跑到贵州那边去了 电话号码也换了 就算那个时候你找到我 也没用了 王贵 这陈丽今天让我在家等他 在干什么呀 我还带我孙子出去玩呢 他回梁家想半个月了 我还有一不回乱乱乱 都在了 孙凡 你们叫过来 就是为了给你看个东西 来 亲子鉴定 你们以为我这小半个月干嘛去了 我上次带那小半个月进城 就是为了做亲子鉴定 今儿结果出来了 白纸黑字写得清清楚楚 王贵 与王贵 确认 确认 血缘关系 确认 无 血缘关系 然儿 不可能 这不可能 不可能 你失踪那么些年 突然回来带个孩子 还非说那孩子是我们王贵的 我说你安得什么心啊 你缺不缺德你 陈丽啊 这种事可不能乱说呀 傻儿 我去跟鉴定中心做的鉴定 你们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查呀 那都有记录的 我陈丽对天发誓 如果说我说了半句假话 那我不得好死 行了吧 没 没事 这道理怎么回事啊 你怎么骗我们的啊 哎呀 婶儿 这还要问吗 明摆着的事啊 之前那村里 不都说她跟那野男人 撕奔去了吗 我看那孩子 就是你跟那野男人生的野种 啊 还有什么好说的 检查结果都出来了呀 想不想 说话 如果不是陈丽今天做了这个亲子监弟 你打算骗我一辈子啊 我爸我妈对你不好啊 我们老皇家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呢 他说话 滚滚滚滚 你们俩赶紧滚 这么多有点 愣着干嘛呀 走啊 妈妈 爸爸为什么不要我们呢 就是你跟那野男人生的野种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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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是你妈 妈妈 你不要我了妈 妈妈 妈 妈 孩子 你摔着来了没有 慢点 慢点 你会不会心疼孩子 他是不是你亲生的 你不是没香吗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本集的法律问题 我们看到张斌收买赵柳儿的行为 涉嫌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41条 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的 第236条规定定罪处罚 而另一边我们看到 李国良强奸没香的行为 已经涉嫌了强奸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36条 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 强奸妇女的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我们看到在故事里面 杨梅香带着儿子王虎回到村子里面 原本期待的一家人可以重归于好 重归平静美好的生活 却没想到七年过去了物是人非呀 丈夫王贵因为他的失踪 已经解除了和他的婚姻关系 并且有了新的伴侣 叫做陈丽 杨梅香更没想到 因为陈丽的查证 他此时才明白 原来自己的儿子王虎 并不是王贵的儿子 而是当时强奸了他的 李国良的儿子 七年前那场痛苦的经历 如如梦影一般 在无数颗缠绕着梅香 这么多年 儿子是梅香漂泊在外的 唯一精神寄托和安慰 可是如今这个真相 却太过直拔与残酷 杨梅香真的很难接受 孩子是他的亲生骨肉 可孩子生父却是那个 他总想忘记 不想面对的那个人 而现在杨梅香可谓是 一无所有嘛 带着王虎 内心苦涩 无家可归 这对苦命的母子 他们之后的生活 该如何继续呢 请不要错过我们的第二集故事 这里是《方圆巨镇》 我是主持人图画 明天见 你电话里可没说要带个小孩啊 你这情况怎么给我看店 你还是去别家看看吧 梅香姐 刘儿 你以后就在我们店里面上班 包吃包住 还给你发工资 这孩子以前没见过啊 阿姨喜欢你 阿姨那你要多来看我 好啊 怎么了 又头疼啊 你是不是以前磕到碰到过哪儿 你自己不知道 我能碰到哪儿呢 老虎说他没来过游乐场 我带他来玩玩 那个就是老虎 你长这么瘦 是像你爸爸还是像你妈妈呀 我没有爸爸